長照行業計畫進入尾聲 但質詢效率如何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22號公布各縣市 長期照顧服務指標 根據調查 照管專員每人承擔案量是200案 但在新北市卻高達1000案 再來是宜蘭 屏東 南投都超過700案 另外服務機構不足 讓交通不便的民眾難找到長照服務 照管中心的同仁流動率很高 服務提供的單位非常的不足 民眾在申請服務 經過服務的評估 到可以得到服務的等待日數過高 政府推出一箱一日照的政策方向 卻只有新竹縣 嘉義縣達標 但彰化 台南 高雄 屏東 卻有高達20個鄉鎮市區 沒有設置日照 台灣居家服務車聯盟理事長說 要進入長照2.0 政府應該改變現行法規 讓長照服務能夠因地質疑 同志群可能就必須在開放某些 柔層是可以建置的 但不要太高 可是在原鄉地區 可能就不能太要求說 一定要是屬於合格的建築物 在某些可用安全的空間都可以使用 台灣社會福利總盟認為 照管專員能力不足 服務設施短缺 部分服務使用率低 各縣市長照發展不均等 都是長照1.0嚴重問題 尤其發現人口越多縣市缺口越大 現在政府推動長照2.0政策 中央又把權力放給地方 22個縣市有22套做法如何整合 考驗政府未來的政策方向 紀元南大救台北市採訪報導